如果用長有哲學去看這個老子所講的道 究竟這個世界的本質是什麼來的呢? 傳統裏面所講的老子所講的道 是一種或者道家道教裏面所講的先天元氣 這種先天元氣如果對照現在我們現代科學世界 究竟是指什麼概念呢? 這個氣是指空氣 還是一種能量系統的一種概念呢? 另外就在《易經》去《一陰一陽為之道》 和《老子道德經》裡面所講的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三生、三萬元 就是講到宇宙的一個形成的一種概念 這個也都是屬於道體論所牽涉的範圍 首先我們要問的就是這個世界或者這個宇宙的本質是什麼? 歷史上有很多不同的學者 有些人說這個宇宙是水來的 或者有些學者認為這個世界分析到最後的東西是火來的 或者印度人說這個世界是由地、水、火、風 就是假黑而成 究竟哪一個人的講法是對的呢? 如果用長有哲學的觀點看這個世界 究竟這個世界的終極實在 我們將它分析到最後的東西或者那樣的物質 究竟是什麼? 長有哲學就認為 《道德經》裡面所講的常道或者道 都是講一種權能的概念 這一種的終極權能 在不同的中西印文化裡面 都有不同的概念給它 中國老子都叫它道 基督教裡面那個終極實在就是指上帝 印度它的終極實在就是梵天 古希臘羅國斯 如果用長有哲學的觀點來講 這種的終極實在 如果用長有哲學的觀點來講 其實它都是一種權能的概念 這個權能如果是英文來講就是指power 唐教授說 凡是有影響力的那些東西就是一種power power 如果用中文就叫做權能 不過權能和能量有沒有不同的地方呢? 唐教授也曾經說過這個權能 你不可以認為現在我們所見到的那些電啊 那種的能量這種的東西 那麼權能 英文的power呢 它是有決定權那種的作用的 所以你什麼上帝 凡天啊 道啊 它就有那種的抉擇的一種的力量在這裡 那麼我們的人體 那麼當然啦 長有哲學 認為這個世界所有的東西都是一種的權能 那麼我們的身體其實都是一種的權能來的 那麼這種的身體的權能 在唐教授去那個曼陀羅丹道裡面 或者對應老子或者《道德經》裡面所講的 有所謂的《道生》和《根生》那種的分別 《根生》是指我們肉體的身體 《道生》就是指我們精神生命的那個身體 那麼其實兩者來說都是一種權能的概念 兩者是二二一、一二二的一種的觀念來的 那麼這一種的權能 原來都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類別 比如我們現在所見到的一切具體的事物 好像一張桌子、一張椅子 那些我們叫做具體的權能 你摸得到、見得到 但是有一些抽象的權能 它都有影響力的 譬如皇帝講的那些句話 等於命令來的 它就有很大的一種權能在這裡 或者我們那些商家簽訂的那些合約 那個契約其實都是一種權能來的 你買一間房契、樓契 那張的契約可能值幾百萬甚至上千萬 所以一句說話 或者是一些符號、一些數字 只要它有力量 展現到一種power 這種我們都叫做權能體 不過這種權能體 我們可以說是一種抽象的一種權能 那現在我們所見到的一切具體事物 如果我們分析它可以分成三種概念 一個叫體、一個叫上、一個叫容 那唐教授他說 現在世間上所有的具體事物 都是以權能為體的一種權能體 那這個是體的概念 用是什麼呢? 那已經講過長有志學 我認為這個世界是一種動態宇宙觀 它是變動不居的 是一種活動作用 那所有的權能體呢 是透過一種的活動作用 來展現它的功能或者功用的 那這個就是那些事物用的那方面的概念 那相是什麼呢? 相就是唐教授說 所有的具體的事物 都是以權能 就是透過權能的活動作用 所展現出來的相 我們所見到的具體事物 其實不是看到具體事物的物字身 就是權能本身我們見不到的 我只是看到那個事物透過權能的一種活動作用 所展現出來的相 這張相我們叫做現象 它認識那個事物而已 那這一種權能的概念 如果我們追溯一下 就是我們中國傳統的道家 其實是有講道的 但是它不是用權能的字來講 它用什麼來講呢? 它就用這個氣論來講 那麼我們中國傳統的道家 就認為所有的事物 都是由氣凝聚而成的 氣聚則生 當氣凝聚的時候就產生萬物 氣散就反歸於太去 那些事物就會分解 可能變成一些細微的粒子 回到太去這個大自然裡面 莊子通天下一氣禮 認為所有的事物由這個氣凝聚而成 所以唐教授他就認為 古時候因為他沒有能量這種概念 他只能夠用氣去表達他那種能量的思想 那麽老子也都說 萬物負陰而抱羊 充氣以為和 那麼這個陰啊 陽啊 或者這個充氣以為和的和氣 陰氣 陽氣和氣都是一種氣的一種的概念 那麼我們中醫裡面五行學書 在中醫裡面說我們人體裡面有五種的氣 這種都是一種氣論思想 這種氣論思想在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裡面 深入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在剛才說的中醫 氣功的武術那方面 或者藝術 你畫一幅畫 你所展現出來的氣場 足不足夠呢 或者你寫一篇文好像韓宇那樣 他寫的文章有雄運之氣 那都是一種氣論的一種的觀點來的 所以這種氣論是包含我們中華文化 或者生活裡面那種方方面面 唐教授對於去歸權能論 如果你說和傳統的氣論比較有沒有不同的地方 唐教授自己也曾經講過 傳統的氣論對於抽象權能那方面 說得不夠深入 或者不清楚 就是剛才我們講過 你畫一幅畫 那幅畫的感染力 可以用權能來講 或者你簽訂一個合約 那個合約在法律上那種的約束力 都是一種的權能來的 或者是Pi是等於3.1416那樣 就是一個無盡的數 那這個都是一種的權能來的 那這種抽象權能在傳統氣論裡面呢 就是講得比較少 或者甚至沒有講 那這個世界是怎麼形成的呢 那傳統的講法 譬如《易經一陰一陽為之道》 那唐教授就將一陰一陽為之道那個陰 唐教授就將它解釋成是一種的熱物質 是一種結構性的東西來的 或者好像老子裡面所講的 有以為利那個有 那一陰一陽 陽是什麼來的呢 陽是一種結構性的東西 一種功能性的東西 那相對於《道德經》裡面所講的是什麼呢 相對於《道德經》裡面所講的 就是無的一種思想 有以為利 無以為用 是一種活動作用 是一種功能的東西 一種概念來的 那有些人可能不同意 認為《道德經》明明講過 就是《治虛極守正督》 它都不是一種氣或者動態的一種的宇宙觀 它說要守正督 是不是一種靜態宇宙觀呢 那唐教授就不同意這種解法 它就認為守正督其實是一種 無私無辱的一種精神境界 它就不是形容一種 宇宙新城的一種概念 那這種宇宙論的一種觀點 時間關係啦 我濃縮一兩句來說 現在我們所見到的任何事物 都是一陰一樣為之道 陰那個就是指一些熱物質 而物質你可以說是一種結構性的一種東西 活能就是指一種功能性的 或者一種功能空間所做出來的一種效果效能 這個我們叫做活能 而物質是一種易死的能量 是一種慣性色澤 而活能呢 就是一種創造性的能量 是一種活生生的能量 這個概念呢 在這個 道家裏或者道教裏面 是可以繼續發揮的 因為道教裏面 譬如我們靜座 它就說一個的寶寶出生的時候 它的活能是很旺盛 而且是充滿活能 但是它的業物質是被成熟的 所以他們見到那些占inn 因為活能是往生過 那個業物質 所以會到處奪奪奪的 但是對老人家來說 道教這樣就認為 它那個先天元氣這樣不經地散失的時候 這種活能不斷散失的時候 那個燕物質就會老化 它的活動力就比較差 再套入羅馬帝國的觀念 羅馬建立帝國的時候 它的燕物質是很多的建築物 很多的典章制度建立出來的 但是去到羅馬帝國的活能就不行了 就是它的領導者的活能 沒有辦法維持這種燕物質的運作 結果最後羅馬帝國就滅亡了 這個是唐教授的一個宇宙論的觀點 這種的宇宙論就因為所有的權能體 那種具體的事物 都是由這個創化權能的一體分數分出來的 所以每一個具體的事物是眾生平等的 沒有一個是高貴一點的 好 那我今天就對宇宙論的一種觀點就說到這裡 或者兩位有什麼補充呢? 在宇宙論那裡就變成了 宇宙論和氣論和權能論 在長後之下它就混在一起 來聽談的 尤其是在氣論那方面來講的話 是將那個體上用呢 就將那個氣解說了 在那個體上用那方面 那變成的話呢 我自己這個純粹個人的意見了 就是完整了我們將整個的氣 對於氣的那個解說 因為過往來講 我們對氣的解說 不是有一個很堅實的哲學理論 作為根底的 所以就可以幫助了道家道教 在這個氣論這方面來作為解說 我要補充的就是在宇宙論就是這樣 看看劉桂彪你有什麼要補充一下 對兩位的講法大體都同意 不如作一點補充 補充一些看法上 甚至可能跟教授的独立語有點不同 兩位講本體論、宇宙論這兩部分 就是尖上的問題 我大多數都很認同的 都講出了中國的哲學 特別是道家 不過傳統跟西方的那個比較不同 如果簡單講就是用剛才林山用的 他還要講一種動態的宇宙論 或者可以叫做動態的本體論 宇宙論本體論其實就嚴格不開的 傳統上所講的就是講B型 講全有的本體論 講新情變化 講Becoming 這個叫做宇宙論 但是因為不承認有些事物就是政治的、不變的、沒有活動的 變成了本體宇宙論就是一個整體了 這個用新如沙培下茅斯丹他們 叫做本體宇宙論 這些部分基本上跟兩位的看法都相差無幾 不過氣論也發了一點點看法 氣論首先就是智學史的各部體 比如這裡林山就說道家對於氣論的貢獻很大 甚至氣的概念跟陰陽文學說是整個中國傳統宇宙論的基礎 很多人都深入整個中國文化傳統的 這部分有一點點不同的看法 為什麼呢?因為氣論就我所知 就不是如釋道的主流哲學他們的重點 就我所知 比如說道家 道家雖然林山有引渡那些氣是中冠唯一 但是要想一下 譬如當老子或者莊子講這些說話的時候 說道又怎樣 氣又怎樣的時候 以誰為優先 誰為主呢? 這個很明顯的 不會以氣為主 一定是以道為主 道高於氣 這個老子莊子都是這樣看法的 道是最根源的 氣就是道的發用流行 主要是說陰陽五行那些 根本就不是老莊他們的用語 也不是他們接著來研究的所在 這個就是我所知 先程的陰陽家 漢代的瑜者 他們就比較著重 說陰陽五行的 比如說陰陽五行有的一些學說 甚至說中醫那些 就應該跟這些陰陽家或者漢元 比較密切關係 跟老莊他們的關係就不是那麼大的 反而我覺得不可以這麼說 但是那個說法就反而應該是 根據唐力權教授的新道家 或者常有的哲學 他認為是應該開出一套氣論 我覺得這樣說 就可能合乎唐教授的說法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類似茅先生說的兩層傳守論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中國傳統主流作 就著重了在比較高的層次 比如說道 或者說太極這一些 對於那些陰陽五行這些 我們一向很忽略 我們現在說的是主流 儀式道都是這樣的 所以茅先生說的那一份 就是我們過往就做了 那個層次叫做無績的傳偶論 講本體界那些的 我們現在就要現代化 我們對應中國文化的那個不足 就要下開一種執的傳偶論 開回這些現象界的經驗界的那些東西 這樣說就符合我們傳統中國哲學 就是那個情況 因為我們主流 遇到這些大的學派 就是比較不著重說這些 就是下層那些 氣論屬於下層的嘛 所以那些的氣不是那麼容易的 如果第二次 如果不是你說的陰陽五行那些 那些是屬於經驗層面的 的確我們是沒有那麼重視的 我們重視是那些去到理啊 去到道啊 就是那些叫做無績的傳偶界那些 所以氣論是有新意的 但是這個新意就是唐力權教授 根據自己的常有哲學 再配合傳統中的哲學 特別是道家是應該開出來的一個領域 我覺得這樣說可能就 說回智學主義的情況 就是我們是不覆的 我們要正正要這一部分要開 所以就是唐教授本身 就是他這樣說 反正我沒有你們兩位那麼熟 但是我覺得如果真是唐教授這樣說 可能唐教授還要調整一下 就是沒有氣論的嘛 就是嚴格來說真的沒有的 這個就是你看回如跡道都沒有 道家所謂氣論講的那些 氣是一以貫之之之之類 只不過就是道不離氣 氣不離道那種意思而已 那種意思都不是一種氣論的意思 氣論真的要用精神的東西 這個儀式道都不著重的 不是沒有 是不著重的 要著重就是那些 就是金楊家 漢瑜 那些很著重現實的自然界 如果是金楊家 漢瑜就著重一些 就是特常人論的那些 就是具體的那些情況這樣 所以應該是唐藥荃教授 這些傳統再配合他那個強制學呢 是應該要開出來的一個領域 我只想看 我不知道有沒有一些 不妥當的說法 請兩位去解釋一下 我就要補充一下這一點的 就是剛才就在那裡 我剛剛才再看那些 就是那個PowerPoint 其實呢 宇宙論呢 我們長有之外不講宇宙 不是講宇宙論的 我們長有之外是跟著 我們很傳統的中國的思想 是講天地 我們是天地論 所以在這個宇宙的開創來講呢 從長有裡面講解 是屬於什麼呢 是屬於盤古開天 我們那個宇宙不是西方的 有所謂的什麼本體論啊 或者什麼論 是用一個盤古開天 而盤古開天的時候 就用了什麼呢 用了《易經》所講的 1、2、3、4、5、6、7、8、9 如果你們有興趣 可以看回到長有之外 那個道論裡面 好像我不記得是第六章 它裡面有講的 是以盤古開天 這個盤古開天是什麼 是完全是以人 我們人的身體 一、二、朗化、明朗 我們對那個社會 對那個天地之間的感應 對天地之間的感受 所以來講的話 在那個宇宙論裡面 或者在那個論點來講的話 其實在長有之外的書裡面 是沒有純粹講宇宙論的 也沒有純粹講本體論 本體就是我們的權能 就是我們的長有 這個就是我們的本體 而這個本體從哪裡來呢 是從人而來 所以在長有之外裡面 是有四句很明確 很有名的四句說話 是講什麼呢 除了依 除了依長而有之外 就是我們人 依身起念 依念作簡 這兩句也都是一個很有名的句語 是因為有我們的身體 然後我們才會有長有 同時在長有之外裡面的話 前面有四句說話 我一下子 我現在沒有本書 我都不記得了 是聲傷疑疑 是吧 林肯彪記不記得 是呀是呀 聲傷疑疑 聲傷疑疑 另外還有什麼 這個 聲傷疑疑 聲傷疑 劝能長有 劝能長有 和肝同塵 和肝同塵 其實這四句說話 就是濃縮了整個長有之外的 一個主要的理念 就在這四句說話裡面 所以聖相疑疑 在聖相裡面 是在講我們的人 所以我們的人體來講的話 在宇宙的宇宙觀 和宇宙論裡面來講 我們是運用了 你記住 我們是用了 盤顧開天 這個概念 來進入 宇宙觀 所以我們不是西方的宇宙觀 不是爆炸論 不是西方的造神論 是自身地 中國人我們傳統的神話故事 而形成這個宇宙 而形成我們這個天地 所以我們談是講天地的形成 所以說宇宙論 其實打一個宇宙論 就是給大家去看 因為大家現在個個都在講宇宙 我們就講宇宙了 但是如果你說傳統的 如果用中國的哲學來講 我們中國什麼時候講宇宙 中國是講天地的 是講天地人三才的 我們是講天地人三才 是三才之間的關係 從開始到現在 我們都是用這個概念 所以他就用了這個概念 用人的概念之後 他就去做另外一樣東西 就變成西方哲學的比較 東方哲學 和印度中東的哲學 那不同地區的人 他的思想 他的思維 他的哲學理念 才可以做一個比較 如果不是就做不到一種比較 否則我們全部拿西方的東西回來 不是我們自己東方的哲學 因為裡面來講 是叫做周易與淮德海之間 他是用周易作為長有哲學的背景 所以周易是沒有辦法去了 所以剛剛劉桂彪他講 氣 那個氣論 那個氣論裡面來講 天下一氣 這個氣來講 在《易經》裡面 在《易經》裡面是講很多氣的 不是沒有的 還有來講 有一句說話 我們在中國人裡面 通則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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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不通 通是通什麼呢 是個氣 那個字 那這個氣是什麼氣呢 在我們自己的傳統裡面 就算是儒家來講 你解釋通則不通 通則不通 通則不通 為什麼 這個是日常我們日日都生活的 所謂哲學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來的 所以這一點來講的話 長有哲學 見所有的事情 都是以事態去見那件事 就不是用物態來見這件事 這一點呢 是我要補充的 所以 將來如果 林先生 不要再寫宇宙輪 寫回天地 這樣大家不會有 有那個誤會在裡面 這個是我的見解 大家看看有沒有什麼意見